拿了行李箱大購物袋還是不夠 乾脆找來搬家公司一起幫忙 大殖民宅倒塌事故第六天 開放第二輪住戶入屋取物 汗流雨下擦不停 天氣炎熱加上屋內斷電不通風 受宅戶抱怨又熱又感 會有沾不穩的感覺嗎 對 對 對 它地板已經不平均了 地板已經水水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拼命在哪 所以體力上那些 加在裡面不舒服的感覺 聽說有人嘔吐啦 那有沒有自行就醫我不知道 但是是狀況蠻嚴重 應該是中暑 禁道到他房屋裡 儘管身體難以平衡 還是要把握時間盡量掃貨 五十分鐘根本不夠 對啊 這樣就過去了 整理也沒辦法 整理就一塞就塞啊 至少在醫院上烫以上嘛 畢竟安全第一 目前規劃三輪取物 但也有租屋族抱怨 補助方案主要針對屋主 讓租屋學生們求償無門 晚上會做一個明確的宣布 當然還會再跟住戶做相關的討論 十三號晚上 北市府將與二十五戶嚴重受災戶 在開會協調 預計也會擬定出 關於租屋族群的補助措施 至於北市府針對機態建設 提出假扣押遭博迴 是否提出抗告仍在研議中 華語新聞宋君以黃宣宣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